不过我们看到这个今年经济成长面对大衰退 而府院周末是紧急的加班开会延伤 总统也首度坦承这一波经济衰退幅度超过预期了 要求行政院检讨向这个各项的政策 其实三个月之内呢 政院就要向总统来报告更有力道的方案 为台湾产业重新定位 刺激经济成长下降的这个幅度超过我们的预期 今年整体的预测呢 也是如此 本来期待在第二季或者第三季可以转正的呢 要延后到第四季 在这种情况底下呢 让我们觉得必须要来检讨一下 希望大家集市广益 一起来思考 还有没有其他更为有效 或者更能够有力道 更能够发挥综合效果的政策